我以前我媽媽也是會把 因為老人家都很省 他不是故意的什麼什麼 但有一次他後來全部改掉了 為什麼 有一天我就看到 我回家的時候 看到我媽在為我女兒吃稀飯 然後配上一個肉鬆 我隨手拿起來 你過期六個月還好 我們家還有過期十個 十年的 但是 對 掛頭在冰箱 對 但是因為給孫女吃 他這個一看 他嚇到 他也嚇到 他再也不敢堆東西了 當然 老公也有出來 但是因為他就是有這個習慣 真的滿難改的 所以你就跟他講 你就假裝吃掉 他壞掉十年的罐頭 你就吃掉掛急診 婆婆就會改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招 還是說為老公吃好了 其實我就是默默的整理 不然我就是我會把它丟掉 然後我婆婆都找不到的時候 我說有嗎 這個東西有在冰箱嗎 因為他膝蓋不好 他這樣子堆得滿滿 他這樣子常常要蹲來蹲去 你也不會拿下面的菜 慢慢的跟他溝通 發現他最近 就是在冰箱的整潔上面 真的就是有好好的把它做好 對 那除了這個整理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飲食習慣 因為婆婆很喜歡吃重口味 然後他特別喜歡吃豬皮 豬腳那一種 然後要滷的 就是滷一鍋 那常常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鹽巴或重口味 其實對你身體也是造成負擔 那我婆婆就會很極端 就變成 煮菜就不加鹽 跟你槓上 對 就是沒有 鯨魚就沒有鹽 也沒有酒 也沒有漿 就是原味 然後我就 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 沒有沒有 乾煎 或者 他自己吃嗎 給我們吃 這個魚好腥喔 就是因為 怎麼都不加 然後我就覺得我婆婆就 他真的滿厲害 然後沒有 我就 我就說 其實真的有時候 就是慢慢去拿捏那個量 所以也是在跟婆婆溝通 我們就跟婆婆講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煮了 就吃外面 或者在外面吃飽一點 我回去說你少煮一點 不錯 不錯 就是很可愛 我覺得你是個好媳婦 對啊 對不對 婚姻當中最人相處的人際關係 就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長輩關係 對 女生婆婆 對 可是我要幫現在婆婆講一些話 現在婆婆大概都五十幾六十 不一樣啦 對啊 其實他們受過的 足夠的社交程度 我剛剛想了一下 你要想看看你婆婆眼中了你 她也很頭痛 她不知道怎麼算 那我要講一下 其實婆婆的角色 我們自己的病人群 我看到反而比較特別 因為現在的媳婦都很上道 因為錢都 知道錢都在婆婆手上 所以對於婆婆都很孝敬 但是有另外一個身份 我剛剛講 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 叫做 大姑跟小姑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因為又同輩 然後有時候大姑小姑 為了保護家人 其實常常會有摩擦 我曾經有病人 其實現在婆婆產 多少都會看一點時辰 所以那時候看的時候 她就 我跟她說 妳這個時間剛好是在三十八週上下 第二個 那天日子很好 我說趕快選那一天 我幫你搶 結果就 她就是不要 然後後來終於吐出一句話 這一天 跟我小姑生日同一天 那你知道我們當醫生不方便介入人家的家 你就幫我說 那我了解了 那可是換別天會多一萬塊 她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制度裡面換一天不是我的 Duty Day會有一個指令醫師費 她真的就選那一天 就尊重她的意願 剛剛講的也許相處不好有個別的衝突在 可是有時候這種相處不好 也是一種人生努力的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動力 對 人生成功的加速器 為什麼呢 接下來的故事聽起來很扯 但是現實生活真的有 她跟她的大姑相處不好 因為大姑嫁出去 可是沒結婚 每天回婆家吃飯 所以媽媽每天都 婆婆每天都煮給大姑 大姑吃 煮給自己的女兒 對 煮女兒吃 那都四五十歲也沒生 也生不出來 不知道是生不出來還是不願意生 然後因為弟弟結婚生孩子了 那個大姑就一直怂悠媽媽說 他們有兩孩子 有 這新聞有的嗎 然後現實生活 這是十幾年 這十年左右台北市的故事 我這以前是南部的故事 但是現實生活有 那但是這個兒子很孝順 他不願意 可是也不好忤逆 一方面台北又買不起房子 那又礙於孝順 出去又是違背家裡 終於在有幾次的衝突之後 大姑吵得很嚴重 然後婆婆要挺大姑 老公不敢講話 媳婦很生氣 於是決定類似出走 然後我們就 五年以後真的就買了房子 他也因此而解脫了魔掌 所以其實我覺得家家有點難念的經 因為尤其沒有親戚 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 是最難處理的 對啊 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 對 那種血緣關係不一樣 然後年齡的差距 那個還有 而且現在女性都蠻獨立的 也有經濟能力的 就不會想要都聽婆婆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婆媳之間的問題 當然一定要 我們這一代 下一代的問題會比較少 對啊 大家這個生活環境 教育程度 各方面都不一樣 都不會想要 對 我是沒有就是大姑的問題 但是我一樣是有跟婆婆一起住 對 然後我跟婆婆一起住 那我一樣是有飲食上面的不同 因為我婆婆她是 虔誠的宗教信仰者 所以長期吃素 對 長年如素 所以說她希望我們 也能夠跟她一起求生養性 然後但是我跟老公就是 選擇就是初一十五來吃素 這樣子 我們也是 但是婆婆還是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希望 我們每天都能夠一起吃素 也是希望小朋友能夠一起 這點我就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是比較希望小朋友 就是以均衡飲食 以健康為主 不要挑食這樣子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去 就是遵照她的指示去做 對 那後面的美美 只要是小孩生病 或是我自己生病 只要是我們身體有任何狀況 都跟就是 沒有吃素有關 對 就是跟 就是因為你們吃太多肉了 吃婚 你看 對 吃太多肉了這樣子 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比較誇張的是 就是我吃魚 然後不小心 魚刺卡在這裡 然後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試了很久 它都還是卡著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好像魚是卡在這裡了這樣子 然後我婆婆那時候她就有聽到 然後她就 她那時候也很緊張 她就說 我跟你說 這隻魚怨念很深 你趕快去跪拜 跟它懺悔 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我都傻眼 我說 我說媽 可是很痛 這樣子 她說快 現在馬上去 這樣子還不會有事 這樣子 因為我老公在旁邊 她說媽 懺悔 等一下再懺悔 我先帶她去診所行不行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老公就馬上把我帶去診所 處理 然後處理回來 六個顆夾出來就好了 對 然後處理完回來 然後再跟 才去懺悔這樣子 還是有懺悔 因為畢竟就是 這是婆婆的習慣 對 你們兩個都來節目做形象的 好媳婦形象 對 然後我就不會懺悔 我一次拿出來 我就說這個怨念已經沒了 她跟我婆婆這樣說 不行 這是她要求的事情 還是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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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盡量維持那個和平 和諧 對 我覺得我們醫師很多時候 真的是在幫家長 然後病人去處理家務事 那其實你知道 四月之後我們本土疫情 是正嚴重的時候 那就有一對婆媳來我的門診 抱著一個月大 剛出生沒多久的小男嬰 然後一進來 婆婆就開門見山說 醫生幫我做快篩 我們自費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來問問 到底為什麼要做 那個新冠肺炎的快篩這樣子 那一問之下才知道說 這小朋友一個月大嗎 那媽媽生完小孩之後 先回娘家就是做月子 所以這兩個禮拜呢 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是在親家母家 就是在媽媽的娘家照顧小朋友 然後婆婆就覺得 娘家很髒 對 娘家很髒 然後衛生血管很差 一定有感染什麼有的沒的回來 他一定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然後給媳婦下馬胃這樣子 然後就叫我們 一定要幫這個小孩做快篩 那我們就先幫小孩檢查 那這樣子檢查 就是真的很好 精神活動力 各方面都很好 然後性問其實媽媽家裡面 那個接觸史也都沒有 任何的接觸史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 就跟婆婆就說 其實我覺得 她有新冠的可能性不高 那這麼小小朋友 你自己覺得就是 她就說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然後媽媽在旁邊她也很尷尬 她就說那醫生沒關係 我們就做 媽媽都講話了 我們就當然做 那其實在等開獎的那一段 其實我比家長更緊張 我想說完了 萬一真的是有陽性 我這樣怎麼樣來幫這個媽媽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個婆婆態度非常的強勢 結果還好 真的是陰性這樣子 那出來之後 然後我就看著婆婆說 其實大家帶都一樣 都很好 其實如果說有觀念上的不合什麼的 其實都可以帶來整件 大家都討論 不要自己想法說 真的我就是對的 對方就是錯的 那其實對小朋友好 大家應該要互相的分工合作 對於照顧小孩這件事情 那有任何問題其實就帶來整件 我們醫師都可以跟家長討論 然後會給你們正確的觀念 醫生還要扮演這種角色 你看到沒有 多辛苦 好 這個女性很多煩惱的事情 不管生理問題 還有這個婚姻 還有結婚生子 真的很辛苦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 我們男人真的多多 對 真的 多多給女人一些愛 沒錯 真的 好不好 我們給男人這個加油 那個女人掌聲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到這邊 再和即使一集 黑 Isn Da 在這邊 你看看更多 Bug天